給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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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了照顧弱勢邊緣戶 李敏勳是基東市第一位和民間 台灣食物銀行聯合會合作成立 暖暖最用心幸福食物銀行的 基東市議員 在李敏勳積極牽線下 基東市議員曾宜芳也在 七度成立第一間 名為七度愛香水 愛新食物銀行 希望照亮社會黑暗角落 照顧更多弱勢民眾 彌補公部門社會救助的缺口 也會配合當地的里長 還有一些好朋友們 一起來跟我們做愛心 那未來 因為這一次是 我們七度區民間首間的食物銀行 那未來在七度區副民禮 吳明中里長 也會設立七度的第二間 副民禮食物銀行 來為我們地方做服務 那未來希望可以讓更多的人獲得我們的關注跟支持 在今天我們看到我們七度區 我們曾宜芳 曾議員 來設立我們這個愛香水 我們幸福食物銀行 那未來我們也會積極 媒合各區的那個 我的議會的好同事 那包含里長的部分 我們希望說大家都可以共同來做這個 推動這個食物銀行的部分 那不只是福食銀行 我們未來就是在這個方議長的這個指導之下呢 我們也設立了這個愛分享冰箱的這個系統 那其實我們現在目前 基隆市七個行政區裡面都已經有愛分享冰箱了 那我們未來會持續推動這個有關於關懷弱勢 及這個推廣這個食物不浪費的這個精神呢 我們會持續把它做下去 那在這個關懷然後食物不浪費跟備災的情況之下呢 我們希望說可以把這個整個系統來做一個有效的這個整合 那未來我們希望說跟著我們方議長全國台灣食物銀行聯合總會的腳步 那未來我們在全國的這個319個鄉鎮 我們基隆區的部分 我們希望在七中七圍每一個區每一個里呢 都能夠有這個不管是實體的 或是說愛分享冰箱的系統 協助促成以及指導的南機場幸福食物銀行創辦人 同時也是台北市萬華區中型里長方和生 特地來欺賭參加 欺賭愛相隨食物銀行的成立 我想台灣食物銀行聯合會 我們在疫情這三年多來看到全台灣的需求 也看到食物的備災的重要 所以我們推動了319個鄉鎮 希望每個鄉鎮都有一個食物銀行 每個鄉鎮平時的時候下面有很多村跟禮 透過這個食物銀行我們就可以幫到很多的村跟禮 那也把物資分享到需要人的手上 第三個最重要就是備災 台灣多災多難 我們希望透過我們所有食物銀行的夥伴 我們連結起來 當哪個鄉鎮有事情的時候發起來 周邊五六個鄉鎮它馬上可以支援 而且支援不是一次性的 我們希望能夠透過包括房屋的建構 包括我們一些物資的分享 我們讓這些需要被幫助的人得到他們需要的東西 那食物銀行聯會會積極的來推動319個鄉鎮 今天真的非常高興沙災議員 承諾議員的時候他承諾要進入食物銀行也做起來了 在米星議員這邊也是四年前做到現在 包括地內社區發展協會執行長邱梅萍 機動是達摩愛新會執行長呂依林 以及社團法人善陽展望協會執行長楊生翰 和獨北里長謝孟翰以及實踐里長張曉梅等人 都親自出席這場活動 市議員曾宜方歡迎社會各界響應加入捐贈物資的行列 一起來照顧弱勢家戶以及邊緣戶的民眾 記者吳俊松 基隆報導